这个时候要赶快把关大远推派出来 今天球季的自责分率还是完美的零 6比1 5分的差距 挥棒落空 还是走在了外侧 中性的牛棚来说 好消息是打击状况并不是特别理想 两好一坏 我来看一下张靖德这棒 打得蛮深远在右半边方向 之后看一下陈子豪接杀出局 嗯 这个是我刚刚所提到 他今天其实有很多这种打的感觉 都还蛮有气势的球 但最好那往下掉的数多比较快 哇 其实投的不 哎呦 这一球主审王俊宏先生中弹 在投球的节奏做这种比较高拐的动作 打得蛮扎实的 这一次安打出现 所以来福利留下来的这一分 终究还是要掉分的 这一球 这一棒看一下 江坤宇跳起来没有机会接到 以上的跑者这个时候要往三类推进 高效宇这场比赛2-2 5局没有掉分 唯一被打破 接触 四坏球 四坏球保送 哇 这一球打的比较高 左一手詹子贤就定位 切杀出局 官大远还是厉害 能够守住连续50分的这个记录 不过在这个半局 郭巴胤这样打了10个人 王震唐这一棒带到右外野方向 刚好就在子侯的前方落地 行程安打 第一个打齐戴口罩之后 因为跑了三个人也把我太累了 哇 这一球比较偏差了一点 第一时间若是错过那就算了 这棒扫到了左半边方向 詹子贤向后退 接杀出局 竟然好像打到左半边了 他在了地上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6-4-3的双杀 没有问题 所以在三局下半 关大远是让对方形成一个变相的三上三下 真的蛮 我这样说不就是在舒服他 不算了 不算了 累了 力保不失 这一棒打的比较高 来看一下许姬红 到了界外区域 我的棒球场的界外区域 其实比较宽一点 就是都打在了防守人的前方 哇 这球想要打 然后后来发生这个球太低了 想要身体控制球棒来讲 然后就没有办法打球棒来打 好 打出去阿德是喊了一声哦 他知道自己没有打好 就是东华 接杀出局 蹲过 哇 两好一块 太赔风 也是球团非常期待他能够顶上正补锁的位置 来看一下这个球 哎哟 往卫生差这么一点点 出所谓的庆祝行情 哎 发上了滚地球 看到在前面优马的表现的话 会让回忠总统带来比较担心一点 来看一下场上的情况 鸡鸿接到之后 传给了不位的投手 在这个半局又是一次的三上三下 好 哇 说 叫 叫 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